剛才一下馬賓龍在哪個位置有多漂亮 對回去給馬賓龍的奧伯圖在他前面 有,M1 爭勝的關鍵,都是投入感的問題 首先說主隊熱火,連續輸了10劣席 也是今年NBA中,2月中,2月初 他根本不會看成績表排名榜 一擋的話,就會擋掉出手的機會 打得不錯,進攻交到功課 剛才防守填位的速度也挺好的 這球應該拉過去 這次和Deeway設定了選擇 Deeway走到這裡,沒甚麼角度 分出來,再交給馬賓龍45度,位置又中 應該是他的,所以說投入感 Energy對他來說應該不是問題 這球球,TD上了上,賓龍拍走 交到功課,這球球拍走了鄧肯 我們現場看到有一個暫停的 馬賓龍入了四球了,入了四球 對了,Onergy和莫玲 然後自己身體有這麼多傷病 對球又打成這樣 打到現在,馬賓龍是馬賓龍在裡面 得分最高的球員,暫時 13分,射入了 又是賓龍了 不如回來ASPN 看看馬賓龍今天的表現 這場是馬賓龍今季第七場是做先發的 之前的比賽都是在奧尼爾決陣期間 他打到正選 今年真的陷入谷底的一年 而是美式足球的馬賓美海豚隊 今年這場比賽 16場裏變成 今天他第三個turnover 好,現在是希斯林 這些位馬賓龍入了陣的最後階段 我想他的目標,看他以往的做法 他會教他給藍底 用的九個人的陣容 希望慣性地用這九個人 你今天整體上來說打得不錯 剛才那個是一個不算太好的選擇 熱火外線防守,漏洞較多 我覺得他暫停罵人 在他職業生涯之中 馬賓龍一場最高得分是29分 他現在已經入了23分 有沒有機會刷新他職業生涯 最高得分的紀錄 他可以進入,或者可以故意不進 他真的故意不進 他真的故意不進 他真的故意不進